千欢万唤似出来 大家为何最初会见到 不时片头的片头 原因很简单 历来很多观众都会问 自从疫情过去之后 为何我们还未见到网罪 这个问题终于有网罪 是一个很深的问题 因为后面牵涉到大家有没有空 大家有没有空 你有空我没有空 你我有空你没有空 还要找地方 结果现在我们找到日子 亦都找到地方 所以在此需要和大家公布 日子是2023年5月26日 即是网罪 这个日子我们经过了一定考虑 原因是大家会不会有空 出面Family Day 似乎那天会比较容易唱谈 那天是星期五 地点是哪里呢 就是遥半冬的私房菜 具体地点是官藏兴业街明生工业大厦八楼 大家不需要太紧张 我们有位同事专门负责登记 就是电话号是92672622 打给这位同事便可以 大家不要当他24才是异线 他也要睡觉 不是令他晚上 我认为他不会听 最好就 正常办公时间 或是办公时间以外麻烦你去PM 收信息 我认为PM可能更好 不容易搞到人家 有些问题是他要直接问的 那是 比较放心 例如多少钱 多少钱现在未确实 但一定是好 大家会觉得稍微贵一点 但我觉得跟陈志凡博士 和其他节目主持人是值得的 还有东哥私房菜是给足料的 给足料的 那是一定没有偷控搞料的 我们相信大概是700多元左右 大家就自己决定如何 我再提一次 因为我们现在也想着 因为疫情的限制没有太大 所以我们会调多一点 所以大家如果今次向遇的话 就不用太担心 我也希望未来就不要只得一场 多一些机会和大家接触 人数的上限是40人 因为地方本身再放多一些 他们没有位置错 我估计大概三围左右 当晚应该是 除了我和陈志凡博士之外 应该有其他节目主持人 例如今早就有Kat 例如青海神秘学的Lawrence 如果她有空间 还有神秘嘉宾 神秘嘉宾是谁呢 既然是神秘 那就不告诉你 另外有抽奖 抽奖是很遗憾的 但这件事本身是我的错误 因为当时陈志凡博士 去了英国伦敦时 带了一个 斯芬·河庆的金币 不是金币 而是康山 这是5年前的 5年前的 那时斯芬·河庆还未死 那时斯芬·河庆 他就叫我 找机会送出去 我认识了一条刁转的情况 就是我想了一条问题 应该答到可以拿这个奖 结果我想不到这条问题 是 结果最近我搬了时才找到这条东西 幸好你找得到 我觉得如果和大家有互动 就尽量找到一些东西 给大家抽一下 即是各晚有抽奖的 可能这是头奖是吧 不是 这是安慰奖 安慰奖 那台长就赶紧一口 这是一个惩罚 当然再想想 当然尽量找一些有心思的东西 你可否送一本书 送一本书 要我临时写一本书来送 你不要这么说 例如斯芬·河庆的时间选试 那类的 或者是为观众而选试 上面加上我和台长的签名 要纯印就另外加钱 总之那晚大家就很开心 因为见过这些浪漫主持人 我们整几年都没有办过这些活动 所以大家如果想参加 可以尽快打电话给92672622 梁锦祥工作室的工人员 有什么疑问 我们下次再回答大家 第四节 我们除了说这些比较远少要的问题 我们谈近一点 这个3D打印机现在是做了什么呢 我们先前提到3D打印机 做了什么材料可以吃得的又有 加我的一样 好像是傢俬 打印傢俬 打印屋 然后就是你怎样用到适当的材料 去打印甚至乎是一些生物结构 这很重要 去到太空材料 如果有些太空材料崩烂了 需要一个器件够坚硬的 我能否找到一种适当的材料 来做3D打印 让它坚硬之后 就可以拿来做我要用的工具 3D打印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的东西 但如果原来3D打印和未来食品结合 又有一些很有趣的科技是牵涉其中的 我们这一节就讲这件事了 例如3D打印可以打印汉堡包吃 对了汉堡包我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 用基因改造的肉类 做北极长毛状的肉丸 现在说的是3D打印鱼柳包内的鱼柳 而且还在说贵价鱼 不是用这些便宜鱼 现在这件事 这件事现在看到了 台长在画面展示出来 整件好像米枝连人一瓶牙膏 还是一瓶的什么 其实这瓶是什么呢 这瓶就是鱼 我这样形容 等于在街市看到的鱼滑 那是鱼滑 有时候你打鱼胶 是的 其实你一块鱼肉出去打鱼 然后就这样 那里面是什么呢 如果是新鲜的话 还有一堆活性鱼肉的细胞 它的结构就散了 所以我觉得这和鱼滑鱼面 打鱼滑是差不多的 这个是FITVILLE 应该是鱼柳 是的 这个做的公司是以色列的一间 叫做Stake Holder 但这个Stake是玩字 食字 因为应该是S-T-A-K-E 现在它变成牛扒Stake 新加坡这间 Umami Umami是日文 Umami这个字在日文是有特别解释的 就是S-T-A-K-E 即是新加坡和以色列合办的一间 实验室做出来的鱼柳 是用3D打印技术的 其中一个问题是好吃吗? 首先说的是什么鱼 那是Grupper fish 石斑 你发现的规则是 一定要用一些 能够引人眼球的物种 例如我弄肉丸 如果我告诉你 用基因改造技术弄了猪肉丸 我便说小鬼搞这么多东西 我自己也弄得了 但你不极材无常的肉丸 那竟然我弄得了 现在这里是用Grupper fish 起码是贵的东西 这些不是人轻易地吃到的东西 就是我可以用这麽厉害的技术 来将贵架鱼的鱼肉细胞繁殖 然后再将它3D打印出来 如果你只这样将细胞 自己拆成一拆 不用3D打印 你便不能够将实际的肉质分布 很准确地打印出来 你也知道 什么肉都是 有不同部份 哪里是半肥 哪里瘦 牛扒 牛扒 牛尾 牛尾 全部都是不同的组织 对 里面哪里脂肪多脂肪少 肌肉纹是怎样的样子 令你的口感很不同 其实鱼也有 鱼有鱼背脊 鱼有鱼腩 是这样的 他现在说 你亦想根据实际的一条鱼 鱼肉的纹理去打印出来 用鱼肉细胞去做一块 真的像一条鱼鱼上面切出来的鱼肉 你比较不新鲜 你比较不能吃 那不可能是清蒸给你吧 首先是以色列人和新加坡人 尤其是以色列不吃清蒸鱼 以色列比较多吃酵鱼 那你为何会知道他们不吃清蒸鱼 因为菜式里面是少的 那种清蒸的方法和我们想的清蒸 当然不一样 我们的清蒸方法就是 你回来烤6至9分钟 然后熄火再烤2分钟 然后上面再沾这些 滚油上去那种 对于很多在中国南潘顺以外的人 就觉得这种食鱼方法是很曖昧的 不,他们吃不到味道 这个是很… 他们不觉得这样吃是好吃的 这是文化决定了我们的美国 你的味蕾在小时候没有训练 因为我和徐司谈过这个问题 他说日本人如果是清蒸的石斑 他理解不了为何要这样做 他分不清是斑球和清蒸的石斑之间的分别 甚至我们吃下去很滑的那种鱼 他们认为肉质是很曖昧的 对,但是反过来 我们吃刺身的刺身 又不像它可以分得出哪种鱼 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这种味蕾 这其实很有趣 我觉得是接近科学问题 就是我们的微蕾不是自然的 是受文化控制的 但回来这个是3D斑块 3D粟米石斑 没有粟米 3D斑块的问题 我觉得我吃下去也不惯 但问题是当你没有食物的时候 那你一定会吃 现在是很贵的 你不要觉得这些货品我不吃 但一样也好 这个是否避免杀生 是的 我听到说的 理论上你如果想吃陈志弘肉 你可以不用杀死陈志弘 也可以抽少许细胞 陪植它 然后你可以叫陈志弘吃陈志弘肉 这样是可以的 那好像没有杀生 没有 那我先问专家 没有 好像是 好像是 但你是吃了肉类 是的 那我相信这个做法本身 如果想到背后的意思是 是尝试解决人类的粮食问题 是 有些地方现在 他打算做得便宜 可以量产 于是最后做到 亦不影响海洋生态 因为过量的捕捞 这真的会影响海洋生态 所以现在就是说 跪隔鱼 那么多人产吃 又吃到便宜绝肿 你不要说 其实我不恨就说一定要吃斑 其实你能够做到大眼鸡 我应该很感谢 因为 现在还要够做到龙等 对 但龙等很肯定那些是圈阳的 是的 有很多龙等被吃 是的 他现在声称3D打印技术 做出来的效果 跟真正的活鱼 是一样 我就打死不住了 因为以我们这种嘴丢口感 你那种东西一定会吃清蒸 甚至乎你那条鱼 是养出来和野生 我们也吃得出 我们也吃得出 甚至乎你问一些真正熟的人 那条鱼就算是野生 他曾经在鱼江 我养过两天才蒸给你吃 他也吃得出 你问信得人便知道 我会这样说 他能够做到一定程度 可以做到一个炸和炒 而你都觉得差不多 我已经说成功了 但他肯定做到鱼柳包 为什么要这么刁钻 不过我想理解 3D的技术 解释能否做到质感 是有不同的 可以调调 理论上说 你吃骨骨和鱼 其实口感不同 你吃鱼鱼和鱼鱼 和鱼鱼是不同的 现在其中一个问题 我找不到他们的技术资料 你说一堆细胞 其实在一个正式的生物结构内 你会找到什么 去黏着细胞 在肉上 当然有些天然材料在背后 现在3D打印的时候 他们都要想一个问题 那堆细胞 我会找一个什么 你可以说是一个什么的载体 一些什么东西去黏着它 我不知道 如果打鱼柏 有些人为了 有些当店不是用唇鱼柏 放一些粉 填一些粉 会令他的体积更大 当然你懂得吃的 一吃一出的味道 就是有没有放到粉 但他也要想这个问题 你找什么粉去黏着它 找什么东西去黏着它 他们现在都在头痛这个问题 所以从这里都决定了 他的口感照计会有不同 所以你问我 我觉得可能 我自己猜 可能挺像一些 沌了粉的鱼滑 但是现在有很多维他命 可以加骨胶原 可以加很多东西 可以加很多东西 如果有鱼柳 那会比较遲些牛扒 有 其实有 如果是扒 扒不是说一些很漂亮的扒 而是说汉堡 因为反正要打碎肉 所以现在玩真也是汉堡 现在是很好的 那我们去吃鱼 我们现在发现新潮的鱼 其实肉类的口感已经很接近 就是我们吃开的肉 所以这个3D蛋的技术 再发展下去 你觉得还有什么突破 这样又不是想着吃的 我自己会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那些零件和人体的支架 譬如骨、关节、软胶 就是我们的软骨 对,很容易和我们身体 需要用的东西去融合 甚至是帮助自然鱼合 这些东西我会觉得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你可以找到一种材料可以可掃 亦可以够硬 然后它可以持久和身体的机能 是可以融合到的 你想想如果用金属 金属也会长期有变化 你用陶瓷也会有硬度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可以用3D来打印 你的形状随心所欲的时候 你就少了一些需要 就是要把几个不同的部分去接合 就纯粹用一些东西是一件头 我就觉得这件事 就是由3D打印技术 给到一个独特的解决办法 原来它也有说 原来它有加一些植物的细胞 作为一种Bio-Ink 生物的物质 而且它的新打印技术 是否真的像我们现在的Pinter 我不敢说它如何 但基本上看上去最麻烦的地方 最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它噴着那一刻 你噴着的东西不是普通的化学材料 而是这些既定的生物材料 它应该是说每一种都不同的 因为不同材料的噴嘴是不同的 是的,会不同的 我猜是这样 就像我们去切牙膏 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去 它就跟着擠出来 然后就好选择 对它也很需要的效率是很高 若是新鲜 하루 你贱买则后下面会不会变坏 你打数个小时又会长大 最后一 Chang'uii chairs 这个功课留给大家做 我这么说 如果能够科学生资带协助大家 去赚钱 上了试了 我是很乐意的 上了试了 现在是7.8美元 7.8美元 它是美国上升的 是ADR来的 是ADR来的 它本身在哪里上升呢? 我不知道 ADR大家要小心一点 OK 又上落 这是一天的上落 可否让它看看周期变化 我先让大家做这些图表税贵分析 正在跌 说过几跌到7.5美元 其实是的 这些是很实际的 就算是微型核聚变引擎 这些很创新的公司 其实是回报期很长 中短期的风险很大 随时有消息炒一下 突然上升 然后上升落落 中间是没有什么结果的 最好突然之间不知道什么 一旦就打中了 接着就上升 但一个很好的经验 就是我们以前说莫德纳这些 我不知道大家听众 就算喜欢打针不打针 就算看莫德纳 那个发展的过程 和需求和技术 是很明显看到的趋势 基本上 所以怎样说 那些人就说会升冷 因为这个公司 只是靠这个独孤一尾食糊 但同样的故事 去到Pfizer 又不可以重复出现 所以从这里来说 一年跌了40% 对 但最近有没有拿到什么专利呢? 有没有什么技术突破呢? 他现在说这个如流的主距 你说是主距离的 会不会就是说 原来最后一些其他 可能不是用3D打印的人 而是用plant-based的人造肉 反而还能够做到更便宜呢? 这个我只能够说了 大家就要继续留意我们的科学新资 去和大家介绍一下 哪个位置又会快出现技术突破呢? 让大家做一个决定 好 这次结束我们下一次回来说说科学会议录 好 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甘祥工作室节目